误我对立 有位军医随着军队出征打战 在战场上救治伤兵 每当他的病人方愈 即又投入战场继续作战 于是再一次的伤亡 这种情况往复多次后 他终于崩溃了 如果他命中注定要死 又何必我来将他救活呢 如果我的医疗是有意义的 那么他为何又去战死了呢 他不明白当军医有何意义 心里乱得无法继续行医 于是他急到山上找一位禅师 跟随禅师几个月后 终于他想通了问题 又再一次下山行医 他说 因为我就是医生啊 不把自我放到所接触的事物中去 也不把事物和自我对立 故无所谓主观 也无所谓客观 无我无相而法相万人 才是聚会的领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